富邦漢將與朗米狗桃園在桃園棒球場進行三連戰第二場交手 賽前葉總把高國林拉上先發 他也用表現來回應 明月朗米狗先發洋投道恩斯 高國林一棒把小白球掃向右外野 這球直接打在拳打牆上 差一點點就出去了 不過右外野手楊耀勳 這個球沒有處理好 高國林借著這個機會一口氣上到三壘 想不到道恩斯這時還出現爆投 直接把分數送給漢將 富邦一秉領先 二局上富邦繼續展開攻勢 林哲軒敲出游擊方向一壘安打 接下來靠著隊友推進 加上自己倒壘站上得分大門前 不過道恩斯可沒打算再丟分數 一技一百四十四公里的快速球 三陣石翔宇化解危機 三局下輪到Lamigo發揮 靠著郭勇為 郭延文 以及博庸大王接連三隻安打串連 攻下追平分 Lamigo在兩人出局情況之下 近戰一三壘 這個半局 漢將噩夢還沒結束 因為他們先發投手布魯斯 這個時候投出促身球 讓場面形成滿累 下一棒要面對的是 昨天才攪出猛打賞的廖建復 他也延續火燙表現 大棒一揮把球打向左外野 這一球也打到拳打牆上 左外野手處理又有瑕疵 形成一支帶有三分打頂的 青磊二壘安打 Lamigo取得四比一領先 富邦沒有放棄 第五第六局 分別靠著高校一跟林哲軒的高飛輕聲打 幾分板上差距變成三比四 只差一分 但也就到此為止了 中場Lamigo還是維持一分的優勢 直到比賽結束 中場四比三 Lamigo贏球在主場維持勝機 我愛情新聞 綜合報導